董哥第一次試勞斯萊斯 那既然可以試SUV 那我們當然就是先坐後面 因為其實勞斯萊斯都是後座買架為主 但是我在坐後座確實它非常的舒服 你可以感覺不到它的路面壓過去的那種感覺 你只有聽到輪胎喔 只有聽到輪胎的聲音 但你坐在後面基本上就是 好像坐在一個隔音室裡 你知道嗎 他們一直攝影師一直說 董哥 你的感覺怎麼樣 我說 因為他把我隔開啦 所以我坐在後面真的沒有感覺 相對的後來我自己在前面開的時候 我反而覺得勞斯萊斯坐在前面 才是真正舒服 我說Colonel 它的SUV Colonel的感覺是不是 這大家一定會超好奇 我們先看董哥帶我們來好好感受一下 首先就感受一下它的舒適度 可以感受到 嗯 這個空間真的是沒話說喔 就是 因為是SUV 所以覺得跟這個 像標準的勞斯萊斯講話 它感覺就是把你蓋住喔 那這邊反而 第一個它的後座比前座要高喔 所以視野非常好 包括它的玻璃面其實也比我想像的大喔 通常做房車的時候都不斷的把這個玻璃往這個壓縮 讓你覺得說你好像是躲在車子裡面 但這邊的話完全就是真的是全景喔 除了全景的天窗以外 其實連外面視線都非常的好 我們來講一下它的擰聽度喔 首先 它搭配了 6700CC的V12雙渦輪引擎 但是呢 在室內完全聽不到引擎聲喔 真的是完全聽不到 座椅 它標榜也是跟勞斯萊斯一樣喔 這個Fenton一樣 它的 你可以看到我周邊是環繞著我的喔 即使你在後座喔 你要跟你的乘客互相聊天的時候 你有沒有發覺我的背是可以靠在這個環形座椅上喔 所以一點都不會覺得說 我有任何的不舒適感喔 內裝的部分呢 可以看得到我們是淺色內裝 然後它是採用高山小扭皮喔 因為這樣子的話呢 才能確保這個皮面呢 有最少的受傷喔 當然還可以感受到 它這部車有選上這個 真實的木紋喔 你看到所有的金屬亮面的 都是真的金屬喔 不是鍍鉻而已好不好 包括它的出風口 的這個開關的質感喔 都很有質感 而且壓到底的時候 還會聽到噹一聲 後座呢 每個人都有它獨立的餐桌 還有喔 一個超大的螢幕喔 不管你要看影音 或者你要操控一些訊息啊 或是音響啊 都可以在這邊喔 螢幕上直接控制 如果沒有經過老實還是 你不知道它的地毯其實 是非常長矛 非常熔熔 毛熔熔的感覺 是真正的 哇賽 要有這種機會可以邀我 在前面開也真的很棒 因為這個V 6.75升的V12雙渦輪引擎 571匹的馬力 它轉彎講真的喔 你真的沒有感覺到 它是2.7噸的 2.6噸的 再加上我們坐滿四個人的時候 其實真的是 你真的覺得說 我一台SUV可以做成這樣子 然後雖然我們沒有在山路上開 我們在高速快速道路上開的時候 其實轉彎的時候 你看娜姐在後面 是轉彎彎娜姐才這麼開心喔 你知道嗎 她就說 怎麼是這種感覺 很妙 第一次真的很特別 沒有經驗過